好了主播現在記者人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高雄的小港機場 可以看到現場呢有許多粉絲呢是在這邊苦苦等候 但都等不到偶像Blamping甚至呢還唱起了歌 那現在呢本來呢Blamping結束這兩天的演唱會之後 快閃36個小時要馬上加緊腳步就要搭乘專機回到韓國 不過呢現在卻傳出了機場人員卻說韓國這邊起大霧 所以搬機沒辦法起飛要等到明天再起飛呢 還是什麼時候再起飛呢目前還沒確定 那現場的粉絲呢是相當的失望 我們來聽聽粉絲怎麼說 失望 有點失望 那明天早上有打算要再來一下嗎 會 有預計幾點要來 七八點 七八點左右 好那粉絲也說呢 得知消息機場人員說最早六點就可以來守候 所以粉絲呢也不會辛苦喔 他們明早五六點就要來等了 就是希望呢可以為這個偶像送機 那拿著應援的小物呢 希望偶像Blamping的成員可以看見 以上就是來自高雄的現場情形 把鏡頭交給朋友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